刘先生说的那个女人是谁啊 还有谁 一定是红线 红线 窦剑德的女儿 王爷不是审问过她吗 说没有证据啊 是没有证据啊 刘文静和魏征都这么说 那肯定是真的 看来这女人是条毒蛇啊 所以刘文静就用了打草惊蛇剂 现在红线不敢留在秦王府了 又留回太子府了 幸亏她走了 这毒蛇缠着太子啊 太子迟早会把她缠死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有好教税了 红线 太子殿下 你怎么在干这些粗活呀 红线是天生的牢笼命 太子府上有这么多下人 让他们干就好了 哪轮得到你呀 我已经习惯了 就冲着你这点啊 我就不相信 他们说你是窦剑德的女儿 为什么 你想想看 窦剑德贵为夏王 他的女儿就是金枝玉叶 就是公主啊 和若曦一样 哪会干这些粗活啊 魏征要是有太子一半的智慧就好了 魏征和刘文静都是那些穷酸文人 他们满肚子的坏水 别理他们 他们还审过我一次呢 当时啊幸好有秦王在场 给我作证还了我清白 别人不了解你 秦王能不了解你吗 你帮助秦王大破阳文干 窦剑德女儿能这么做吗 女人 总是会被人投来秦氏的眼光 我很幸运地 跟太子殿下还有秦王 以奇特的缘分相遇 别人会误会 也是理所当然的 红线 你真是一个特别的女人 有什么特别的 你会打仗 又能治病 还会干这些粗活 更懂得 更懂得我的心 若是能有你一半 就好了 从来没有人 这么快过红线 那我太子这样的知己 红线此生足矣了 红线 红线 燕身了 红线 告辞 红线 你能留下来吗 你知道吗 我现在很烦 刘慧塔的叛军 如今已经攻占了 寄民营冠 离位六周 今天皇上 要我去剿平杨文干 如果我能打赢这仗的话 我就能洗刷 全军被大水淹没的罪孽了 红线 你能帮助秦王 打败杨文干 也应该能够帮我想出 一条妙计吧 那我试试吧 这是前方的敌情 你看看 看这挂的是什么呀 怎么那么丑啊 重新挂 听见没有 是 哎呀 这生啊 你得挂得平衡一点 两边又对称 听见没有 好呢 错了 过来过来 真是 跟你讲多少遍了 怎么每次都错 不是挂中间 是挂两遍 听见没有 来来来 把它挂起来 哎呀 老魏 海棠一来 你们家的气氛 马上就不一样了 啊 就这么几天 我们家里头啊 就加了十个家将 三个厨子 十二个丫鬟 热闹得跟菜市场似的 你看看这 这 哎 海棠 哎 刘兄弟来了 相公 海棠 你这又挂布 又挂升 这是干嘛 哎呀 又有布又有升 步步高升啊 哎呦 看人家想得多周到啊 俗无不可耐 哎 相公 这可不是我的意思 这是高人指点过的 什么高人 这是袁天罡 亲口教我的 袁天罡 啊 哎 那是我朝第一高人哪 神机妙算 身不可测 就是啊 人家说了 未争将来 一定未及人臣 名垂青史 哦 老刘啊 赶紧进去吧 别给月亮给晒着了 头晕啊 月亮也能晒人啊 头晕 哎 相公 这连挂三个太极图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就是连升三极吗 哦 好兆头 你本是太子洗马 以后你就是 洗牛洗虎 洗大象 哎 你说的太对了 你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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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啊 啊 这大象 为什么要放在座位上 坐象坐象 可不就是坐宰相了吗 哦 哎呀 恭喜恭喜 魏宰相 你从哪学来的 都是袁天罡教的吧 这太极图可是出自明家之手啊 是阎历本送的 阎历本 嗯 大唐第一高手啊 皇上让他画林波阁的功臣图 你让他画这个 我只说是帮你魏征画 人家二话不说就提笔了 那这坐像呢 这个呀 是李淳风送的 李淳风 嗯 精通天文的大师啊 海棠啊 你可真是厉害 现在全是我们大唐一流的高手啊 现在不是我当家吗 我还不得把你往上捧啊 捧到一人之虾 外人之上才行呢 嗯 海棠真是个好夫人 老魏 恭喜你啊 终于找对人了 可喜可贺啊 这儿倒挺素的 还是没空来布局这里 明日你再来看看 这里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老魏 我看这个海棠 真的要打算跟你过一辈子了 老刘啊 你有什么高招吗 能把那个海棠给我撵走啊 你开玩笑吧 你是我的师兄 本领比我高 他们反而求其我来了 老刘啊 我的本事是对付男人的 对付女人不灵 尤其是对付这个海棠 我更是一败涂地嘛 老魏啊 海棠是什么人 在和春楼那种地方滚打一年 比你我念十年书还要管用啊 你算算 海棠待了多少年 我不能让那个女人待在我家里啊 我得把胭脂接回来 我不能没有她 你放心 胭脂在秦王府 龙儿会照顾她 等她过两天消了气 自然会回来的 哎呀 她是不会回来的 因为海棠 除了她还能有谁 一山容不下二虎吗 老魏啊 想不到一个海棠 把你们闹得鸡犬不宁啊 都是那个红线的阴谋诡计 把海棠弄到我们家来的 老魏啊 这个女人真的非常可怕 你我当着秦王一起审的 竟然被她给混过去了 想一想丢人呢 哼 她回到太子府了 把太子红得一愣一愣的 老魏啊 这个女人才是你我的心腹大患 她人在太子府 那是你的地头 你的想方设法 赶快把她给灭掉 可是我现在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一个海棠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一个胭脂把我弄得心乱如麻 我 我没有那么多辙 老魏 红线就是看准了你会这样 所以她才会到太子府去 老六 你有办法 你给我出出主意 灭红线 哎呀 劝胭脂 老魏 我来这儿不是谈胭脂的 我是来谈红线的 可是我心里面只有胭脂啊 你 胭脂平日对我的好 你是不能够了解的 现在她不在我身边了 我整个人就像缺了 那个主心骨似的 老魏啊 想不到这大唐王朝 眼看就要被这几个女人 闹得满天风雨啊 想不到 魏先生也是个复兴的人 反正我就觉得 男人没个好东西 这世上 我觉得除了我表哥 其他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秦王 胭脂 你知道吗 我嫁给秦王这么久 他都不肯吃我煮的面 为什么呢 如果是若曦公主煮的 她肯定会吃个精光 因为若曦公主啊 胭脂 我跟你一样 让男人伤透了心 表哥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她是有情有义 可她只对若曦有情有义 你别这么想啊 你才是真正的王妃吗 在秦王的眼里 我这秦王妃 就像庙里的泥菩萨一样 摆在那儿上个香 你知道吗 我每天做同样的东西 烧水煮面 我也不知道 秦王愿不愿意 吃我煮的这些面 我只希望 有一天 他会接受我 吃一口我煮的面 把面给我 干什么 我一定会让表哥啊 亲口吃到你煮的面 表哥 李恩枝 你怎么来了 看你累了 煮点面团给你吃啊 你们女人 怎么都爱煮面啊 嗯 别的不会 我就只会煮面 啊 歇会儿吧 好吃吗 嗯 好吃 你在看什么 那 有个叫刘黑探的人 在造反 秋后的蚂蚱 他能不能多久啊 这刘黑探呢 以前我跟他交过几次手 他其实也就是一个 有勇无魔的猛将而已 我就说嘛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这回呢 就不太一样了 他连打下十几个城池 连淮阳王都全军覆没了 哇 这么厉害啊 他还有三头六臂啊 他对我军动向都是一清二楚的 每次我们有埋伏 骑袭或进攻 他都可以正中我们的要害 你说奇不奇怪 那还用说 就像我们划船的 这船要是沉了 不是触礁呢 就是这船身本身漏水 船身自己漏水 是啊 这船身要是有缝 当然会漏水咯 对 我们这条船有缝 所以咯 这缝在哪里呢 缝在哪里呢 难道是他 我找到了 你看 就是这 燕城 对 燕城 这可是刘黑塔的中心地带啊 正因为是这样 刘黑塔做梦都想不到 有人会去打燕城 那里是微薄弱 我们只需要一只骑兵 就能把他拿下来 红贤 你这想法真是太大胆了 一个不好的话 骑兵就是有去无回啊 但是 如果我们成功的话 太子就将一战成名了 一战成名 好 我听你的 我这就带兵骑验城去 哎 殿下贵为太子 不易冒险呢 虽然我是太子 但我未曾立功 很多人看不起我 所以我一定要立份骑功 要给世民瞧瞧 太子就算要跟秦王一争高下 也不能光靠自己啊 我不靠自己还能靠谁啊 骑王 元吉 嗯 你可知道元吉个性冲动啊 骑王跟太子一样 都被秦王的封功位积压着 如果太子帮秦王立了这一大功的话 秦王就一定会倒向太子这一边 红贤 真没想到 你想问题比我深远多了 殿下也只是刚举着迷而已 红贤 你为什么不去帮秦王 非要来帮我呢 常言道 女人心海底针 殿下 又何必问得这么清楚呢 好 我这就去找元吉 怎么还没睡呀 是公主啊 怎么 吓着你了 只是没想到 公主这么晚还没休息 窦剑德的女儿真是厉害啊 窦剑德的女儿再厉害 也没有杨广的女儿厉害 你终于承认了 我对谁都想隐瞒自己的身份 只是 对公主没有 我念你救过我 这次我放你一马 你给我马上离开太子府 公主你可知道 红线 为什么留在这儿 你分明是来跌付大唐的 没错 因为大唐杀了我爹 我要替爹报仇 好啊 不打自招了 我倒想问问公主 你就不想替大隋报仇吗 报仇 我爹是被宇文化戟杀死的 不是李渊 可是现在李渊做皇上 李渊是你爹的表兄弟 也是大隋的臣子 他杀了我爹 杀了王世充之后 自己做了皇上 那他就是背叛了大隋 你这个大隋的公主 怎么不去为大隋报仇了呢 你不但不想到报仇 而且还卖身投靠了李家 你对得起大隋的染为皇上 对得降家的祖先吗 我生是窦家的人 死是窦家的鬼 我就是来报仇的 你想告密的话 你就去告吧 我斗红线 绝不来 表哥 你面吃完了 再帮你盛一碗吧 不用了 先别炒我 表哥 今天晚上的面到底好不好吃啊 其实这个面呢 是龙儿姐姐煮的 龙儿 颜贞 你快叫龙儿过来 快 吃了 吃了 吃光了 吃光了 全吃光了 真的 全吃完了 是啊 一根面团都没剩呢 太好了 而且 表哥还要叫你去找他 他见我 不行啊 我还别打扮呢 你别打扮够美了 快去啊 算一算呢 我胭脂也算做了好事 龙儿可好了 还有我可以帮他 可我呢 这个臭味症 我等到现在了 都不来找我 我要怎么回去啊 世民 你找我 我是要跟你打听一下红线的事 红线 我中毒的时候 他是怎么来的 原来 你找我来 就是问这件事啊 对啊 为了想他的事情 我想他整夜都睡不着 你想他的事 想他睡不着 他的事 我不记得了 王爷 王爷 哥 王爷 太子妃来访 太子妃 深更半夜 他来做什么 太子妃说 有要事 要来见王爷 他有没有说 什么要紧的事 他不敢说 他要面见王爷 这 王爷 太子妃 三更半夜来访 如果让太子知道这件事 恐怕不太好吧 除非是要紧的事 否则他不会来找我的 太子妃一见女流 他能有什么要紧事吗 其实有要紧事 也应该等到天亮啊 三更半夜私自相会 恐怕被人议论吧 王爷 要不我去回绝太子妃 王爷 您可要顾及太子的面子呀 大哥 王爷 太子妃半夜出府 已经有违复道 如果王爷不见的话 他还能保全太子妃的明节呀 太子妃是最顾明节的人 他会半夜来找我 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王爷 您可不能一错再错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爷 上次您和太子妃 在御书房私自相会 已经铸成大错了呀 什么 我跟太子妃是 王爷 这件事情已经从宫中传出来了 满朝文武都在议论这件事 这话说得很难听啊 我是要他跟皇上说情 让大哥留任太子 难道这有错吗 王爷 现在没有人相信您的任何解释 太子妃他们这帮人 正是利用了这点大做文章 闹得是沸沸扬扬 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王爷您呢 他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王爷 您可要三思呀 世明 我想起来了 你那时生病的时候 他是乘着太子府的马车 赶到这儿来的 王爷 世明 世明 哥 你看 隆爱 认命吧 我不认 龙儿 太子妃有何吩咐 世明见过索索 秦王爷 你不请我进去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 讲故事 深更半夜 这不是个讲故事的时候 这也不是讲故事的地方吗 可是我是个讲故事的人 而你呢 就是最适合听这个故事的 那你说吧 是什么故事 红线的故事 世明 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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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红红红的故事 你认识红红吗 他救过我的命 也是他把我送到太原找你 还记不记得你要出家的事情 难道是他 他是窦剑德的女儿 他到底想干什么 一个奇女子 他一直在帮我 他帮助你 那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 等待机会 你想想看 为什么留黑他的军队 一直功务不克 战务不胜呢 原来他可以自由进入我的书房 还有太子的书房 不晓得他盗走了多少绝密的军机 但太子 太子负责追缴留黑榻 他们商量了一夜 红线想了一计 他鼓动太子安排齐王去偷袭艳城 让元杰去偷袭艳城 打仗的事情我不懂 可是这个女人出的主意 我不放心 谢谢你 若曦 他 他终于肯叫我若曦了 参见王爷 齐王呢 齐王率兵出城了 王爷 参见王爷 看到齐王没有 齐王出城了 快开城门吧 这 怎么了 快开城门呢 太子有令 城门不能开 你先开城门 我自己跟太子解释 请王爷还是亲自跟太子说吧 好 太子在哪儿 太子在城楼上 大哥 世民啊 我就知道你会来 快下令开城门吧 我把元杰追回来 元杰身负绝密军令 我已经下了军令 任何人不得私自出城 大哥 元杰偷袭艳城 是不是红线的主意 这是我自己的主意 这可是红线的阴谋 红线的阴谋 红线什么时候变坏人了 大哥 她是窦剑德的女儿 你不是审过红线吗 你不是还她清白了吗 怎么 元杰要立大功之时 你却说 红线是窦剑德的女儿 这件事 我也是刚刚才确定的 你是听谁说的 是 是太子妃告诉我的 是太子妃告诉你的 嫂嫂为人谨慎 她的话不会有错的 若曦为什么先来告诉你 但不肯告诉我呢 这事挺奇怪的 因为一时紧急 她找不到大哥 所以才来找我的吗 世民 我告诉你 这是若曦在嫉妒红线 什么 我跟红线通宵商谈军情 若曦她嫉妒了 于是她编出了这套谎言 世民 你不要听风就是雨吗 嫂嫂她不是这种人 你了解她 比我这个当丈夫的 还要了解自己的妻子 大哥 怎么 世民 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吗 红线她帮你解毒 也帮你大破杨文干 你不报答她 也不要随便地重伤她 大哥你 我没空跟你扯 你快开城门 我把燕翅追回来 世民啊 不如 大哥跟你赌一把吧 赌 你拿元吉的性命来赌啊 只要打完这一仗 你就能知道 红线是什么样的人吗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 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你不敢赌是吗 可我敢赌 我李世民 不会拿自己的兄弟人头 来当赌注的 世民 我下令封锁四城了 胆敢出城要被斩大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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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 我们可以撤了吧 可以撤 小王子有令 撤 这是令牌 请小王子收好 不是我们的令牌 这是李世民的令牌 李世民 要他的令牌干什么 请交给大王 他日后必定有妙用 阔将军 我们走 你不能走 大王要借你的师 对付李世民 阔前行 你跑不了了 给我追 这不是刘黑榻的义子吗 马上飞鸽传书给皇上 我军大获全胜 远吉 父皇 儿臣齐齐艳成 刘黑榻兵败竹山倒 眼韵 陈起 伊洛 曹代 狄兵全部望风而逃 不战而胜 好好好 打得痛快 真是一招妙棋 全盘皆赢啊 父皇 原吉 真是浑身是胆啊 狄兵真的全逃了 这个刘黑榻 自起兵之日 是战无不胜啊 这次被打得落花流水 原吉啊 你是立了齐功 朕一定要好好重赏你 父皇 其实儿臣这是冲锋陷阵 及其艳成的妙计 是大哥想出来的 父皇应该重赏大哥才是 啊 建成啊 想不到你居然用兵如神啊 啊 这都是父皇多年教导 也是天助我大堂也 恭喜大哥 当初你订此机的时候 我还颇为担心 还一直阻止原吉 二哥担心什么 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哼 你是担心刘黑他的义子 有危险吗 你说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什么刘勇 原吉啊 你怎么这样跟你二哥说话呀 父皇 我在刘勇身上 搜到这支令牌 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会 原吉 这秦王的令牌 怎么会出现在 刘黑塔义子的手上 这就要问二哥 这令牌一定是被人偷了 秦王府的令牌 和太子府的令牌 都是一样的 都是应该有重兵把手 他怎么可能丢呢 秦王府也是如此 这令牌不可能丢的 不可能丢 可偏偏就是丢了 是不是真丢了 那还很难说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令牌是刘勇贴身藏着的 证明他非常地看重的 可不是拿来玩的 你 父皇明鉴 是啊 也许 也许 那世民担心原吉啊 我看 他是跟刘勇早有勾结 怕我齐齐成功 怕他的阴谋败露 你放什么狗屁 如果不是我齐齐成功 那你跟刘黑塔勾结的罪行 就没人知道了 今天看我不揍 扁了你 别闹了 放肆 行了 父皇息怒 这一定是误会 世民是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父皇 为什么刘黑塔以少敌众 还能结结胜利 就是因为他对我们堂军的动向 莫得一清二楚 如果不是我们朝中有人通风报信 他怎么可能打下半壁江山呢 世民怎么可能通风报信呢 这不是胡扯吗 就只有父皇 又让大哥当上了太子了 什么 二哥眼看当不上太子 所以暗中勾结刘黑塔 索性推翻父皇和大哥 自己当皇帝 你 你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 这个令牌就是铁证 行了行了 世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呢 那就让他解释令牌的事 好了 世民啊 这个案子 你要查清楚 父皇 朕给你七天时间 你要查出令牌失踪之谜 如果是被人偷了 你要把偷令牌的人交出来 怎么 不敢查了 我李世民 绝对查个水落石处 好 到时候如果查不出来 那你这个秦王就别干了 哎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啊 查不出来 和当不当秦王 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我查不出来真相 我就不当秦王 好 话是你自己说的 到时候可别反悔 元吉 你去玩笑话 不要当真 我李世民一言九鼎 如果我查不出 这令牌丢失之事 我甘愿做不依百姓 不用查了 这事准是红线干的 红线 但我参用令牌的密室 设了八道机关 除了我 没有人可以拿到这个令牌 正是因为这样 王爷您才没有派人日夜看管 这才给了红线可乘之机 但那个红线 他为什么如此神通广大呢 王爷您别忘了 他一会儿能解您的毒 一会儿能火烧杨文干 这红线的本事 可是不小啊 道个令箭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呀 但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 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 可以证明令牌是他盗走的 王爷 我要是有证据 我早就下手抓人了 绝不会等到今天了 七天啊 只有七天了 红线现在躲在太子府里 我们根本没法找到他的罪证 七天 王爷 您中了太子和齐王的激将法了 是啊 明知是激将法 但我也不能退缩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刘文剑啊 你当初放走红线 现在尝到后果了 我本以为他会对付太子 没有想到 他会回过头来对付秦王 我说刘文剑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先应付这边的局面 王爷 现在形势十分严峻 眼下只有上中下三级可行 上中下三级 刘文剑啊 你先说说你的上级 这上级 恐怕王爷做不到 你都还没说 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 如果王爷恕我无罪 我就说 好你说吧 我绝不追究 这上级就是在选我们社服 把太子杀了 胡说什么呀你 先发之人 一了百了 你简直疯了 刘文静 请啊 别急别急 刘文静 再说说你的终极 终极 终极简单 就是找个人出来顶罪 什么 顶罪 不错 找个人出来承认 是他勾结了刘黑榻 盗走了令牌 然后王爷再将他斩了 这案子就算告破 你这算什么计策 如此一来 这案子破了 太子和齐王找不着您一点把柄 这场令箭风波 就会平息的 我李世民光明磊落 堂堂正正 绝不干这些下剑的勾当 静王别急别急 刘文静 你再说说你的下策 下策 这下策 就是在七天之内 想方设法揭穿红线的真面目 证明这令箭就是他到的 哎呀刘文静 这才是你的上上之策 直接抓住罪魁祸首 你怎么能也没下策呢 长孙大人 您不要忘了 红线人在太子府 太子对他宠爱有加 想要查他已经是难上加难 更何况 只有七天的时间 七天 是啊 这只有神仙才能办得到 难怪你把他引为下策 难 实在是太难了 其实 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七天一到 我遵守诺言 自动请辞 而大唐 就再也没有秦王了 王爷 您这一走 这秦王府肯定土崩瓦解了 秦王不在 但大唐还在吗 因为是大唐的臣子 以后就好好为大唐效力吧 王爷 万万不可 秦王和太子 就等着您走这步呢 也许 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了 这个红线 也太美大美小了 无极 你是什么 可不是嘛 你看他 逞什么能啊 又不是正式比赛 老太子殿下 输得那么难看 太子 你没事吧 没事 来 接着来 来 可你没看到 太子他输得很开心 我好久都没见太子这么开心了 太子殿下 真可怜哪 他当太子之前 一直都很开心 很有火的 可大唐建立以后 天下太平了 但他反而没有笑容了 对于太子殿下来说 天下太平 还不如不太平 这些日子以来 他只有跟红线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脸上才有笑容 接着 快 快起来 你看红线呀 感觉好像 太子是他的人似的 答案 不要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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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来 接着 糟糕了 太用力了 没事 我让下人去捡救室了 我去就好了 红线 红线 你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到的 我一直都在看你们踢球 我们踢球有什么好看的 殿下知道红线是什么人吗 她是窦剑德的女儿 我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 是啊 李世民他告诉我的 殿下 是我告诉李世民的 李世民过来跟我说 红线布置的阴谋 想要陷害李元吉 可是结果呢 红线的阴谋帮助李元吉 大破刘黑塔 难道这样的人 也是窦剑德的人吗 可是红线真的亲口跟我承认过 亲口跟你说的 你知道 窦剑德和刘黑塔 是什么关系吗 他们是结拜兄弟 如果红线 真的是窦剑德的女儿的话 他一定会去帮刘黑塔 你们打仗的事情我不懂 可是红线真的跟我承认过 他真的是窦剑德的女儿 哦 他跟你亲口承认了 有谁听到了 秦王魏征和刘文静 都亲自审过他 最终都还他清白 你就想以这招 献人以罪吗 什么叫这招 什么叫献人以罪 你是说我才陷害红线 事与不事 你自己心里明白 红线他救过我 我有什么理由陷害他 你说 因为红线和我要好了 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嫉妒红线 所以千方百计的 想要诬陷他 李建成你住口 我说到你心中的要害了是吗 太子妃 李建成 你别忘了我是什么人 我是你的妻子 你就是这样来 污蔑你的妻子的吗 那我倒要反问你一句 我又是你的什么人 我在你心中 你有没有把我这个帐缝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我猜在这个位置上 并不是我 而是李世民吧 所以 你就这样来伤害我 你不忍我不义 这就以牙还牙 既然 既然你根本不爱我 你有何必要娶我 我告诉你我娶你的原因 我不能让李世民得到 什么 最好的东西 我都不能让他得到 包括你 老师 你这对话 是你的 你的 你不认为你 你说得